是属性的第一等的佛报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尽宗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 谁要真正弘扬这个法门 如果莱森 他不离开这个地方 莱森在世间 帝王 那么大的佛报 这个帝王的佛报能传多少世呢 至少传三十代之后 今天修这个佛报的时候 我们敢讲的不是三十代 至少一百代 换一句话说 他想过真是千年了 在中国历史上 周朝想过是八百年了 在这个时代 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独中神 完全为别人不为自己 将来的佛报 将来的佛报一千代 一千年 至少有一百代 这还得了吗 但是这个还是 还是人天佛报 比不上求神经徒 求神成佛去了 求佛成佛 不值一千年了 不值一百代 机会明明在面前 你看 就是没有智慧 不能抓住 不能立下 不求佛会 现在很多人听到佛 还忌讳 这种人也真困难 听到佛 忌讳 排斥 全是地狱众生 我们看到 真可怜 这一生没有佛报 造作罪业 来生毕多地狱 排斥佛法 侵蚀佛法 甚至想把佛法消灭掉 那个罪可重了 所以修福呢 求人天佛 真正能不能求得到呢 未必 因为你修福当中造罪业 人天国报 你就得不到了 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影响力 你毁谤佛法 让很多人跟到你 对佛法失去信心 就是断人发生毁灭 你要担这个因果 那佛在经上说 杀人生命 这个罪侵 断人发生毁灭的罪 重 为什么 生命你杀了他 49天他又投胎 又来了 他人的福报有 他又来了 他是被杀掉的 不是他受命中的 他又回来 再得个人生 但是文法 这个机遇 这一次断掉了 下一次他再得人生 能不能再问佛法呢 有问题了 所以毁灭 比生命中的多 不能断人发生毁灭 断人发生毁灭肯定多得 将来再得人生 愚痴 生生世世 不闻三宝 深想 那才叫真可怜 说 孤不能除三阶牢狱 三阶 用牢狱来做比喻 这是佛陀在 试的时候 唱书 唱书 猜 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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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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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书